這支手機它有一個外觀的話 它是有一個S的曲線 它這個靈感是由女生在做瑜伽的時候 它得到這個靈感 所以我們的設計師就把外觀設計成有S 然後還有它前面的面板這個地方 其實它是有一點圓圖形的造型 然後手機的特色是它的重量很輕 它只有104公克 那我們這支手機裡面用的作業系統 是Android 2.3的作業系統 然後我們可以進來手機的設定裡面 可以去看到手機裡面預設的作業系統 那關於手機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它Zen 2.3是目前最新的作業系統 然後我們這支手機裡面 它還有一個最大的特色 是我們裡面已經有預設一個備份軟體的功能 那備份軟體的功能可能是你的手機使用一段時間之後 手機可能如果要重新開機要reset 軟體要更新的時候 你就可以先把資料先把它備份 那這個軟體的就是我們進來功能表之後 有一個叫做全部備份的這個功能 所以我們都預設在手機裡面 然後點進來這個全部備份的功能裡面 你就可以去做這些備份的功能 那我們現在來大概簡單講解一下應用程式備份這個功能 就是我手機要重新軟體要更新之前 我要先把裡面的應用程式備份 我就點進來這個應用程式的功能 然後選擇備份的這個功能 然後就會看到我現在手機裡面目前的應用程式是有這兩個 我就把它打勾 打綠色的勾之後選擇備份 那就會開始處理中 它有綠色的勾出現就表示它已經備份完成了 那這樣子就已經把這兩個程式備份到我們記憶行 那我們手機就可以拿去線上軟體更新 或者是重新恢復原廠設定 那回來了之後我們一樣 也是先回到主畫面之後 也是進到功能表裡面 也是去找全部備份這個功能點進來 全部備份這個功能進來之後 我們再來就是要選還原的這個功能 原本的資料把它還原回去 那我們選擇還原的時候 它就會去抓記憶卡預設的位置上面 就是有這兩個程式 一樣把它綠色的勾打起來 選安裝 它就會把這兩個資料還原回去 那一樣它還原好之後 這裡還是會有綠色的勾